这是2001年北京警方成功解救人质的真实录像 解救过程一波三折 劫匪的身份也令人出乎意料 案发当天凌晨一点多 一名劫匪闯入北京西站的售货店 一手握住尖刀对准人质颈动脉 一手紧握自制的炸药 满脸愁容焦躁不安 似乎有说不尽的委屈 到底发生了什么 让他铤而走险呢 北京西站的人流量非常大 事态紧急 警方飞速赶到现场 制定了多种营救方案 一方面狙击手随时待命 另一方面警方派出谈判专家 但是劫匪却要求会见记者 警方刚开始安排了一名客警伪装记者 但是被识破 随后一名女记者上前与劫匪交谈 并亮明证件 劫匪见到真正的记者后 敞开了心扉 诉说着心中的不满 原来他叫郑友军 曾经当过兵 但是退伍后工作坎坷 妻子向与其离婚 这些让他精神上难以承受 最找到记者希望报道自己的离婚案件 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自己的不幸 记者在与劫匪交谈中察觉到 他经常回答的牛头不对马嘴 而且自顾自的说一些不着调的话 警方由此判断 这名劫匪的人格不健全 不能用常规方式对待 而且这类型的歹徒往往容易冲动作势 因而警方让女记者带进去混有高效安眠药的饮料 但是劫匪拒绝饮用 本身就是在便利店 谁为什么从外面特意送过来 虽然有防备心 但是面对记者还是有止不住的倾诉欲 劫匪从包里拿出自己写的诗让人质冷毒 这时劫匪右手拿着纸张 人质可以趁机逃跑 可惜此时的人质已经麻木忘记了反抗 观察现场形势 劫匪牢牢地躲在柜台里 客警不易突破 因而必须想方设法让其出来 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对峙中 女记者发现此人非常偏执 你让他往东 他偏要往西 而警方也正式利用这一点 故意全部离场 劫匪很纳闷 怎么人都出去了呢 很好奇外面的状况 于是女记者故意说 千万不要出去 一旦出去就会被抓 但是劫匪偏不信 于是劫匪终于从柜台里面走出来 这样给了警方操作空间 趁其不注意 警方突然上前控制住了劫匪 女人致顺利被解救 请不吝点赞订阅